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一名书法课堂 我们这期视频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妈妈的妈这个字啊 这个字可以说我们这个使用频率太高了,是吧 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字特别难写,总写不好看 那么今天就来带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这个字没写好看,那来看一下你犯了哪些错误啊 我们现在带大家一起分析啊 你看这个妈字左右结构,是不是 而且是典型的,左小右大 那左小右大,这个左右结构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律 叫左小,要靠上写啊 那有些人他写这个妈字啊 他这一点就没有把握好,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他把这个女子旁,你看他给他写低了 这就第一种情况啊,你看把女子旁给他写低的 然后你看这个马往上去 女子旁往下走,大家来看一下 底端左右两边对齐 你看你这样写他能好看吗 他肯定是不好看是不是 你这个位置都没有给他搞好 左小要靠上写 所以女子旁的这个位置很关键啊 这是第一点,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妈子 其实女子旁他上面要稍微的比这右半边 这个马字要略高一点点 你看,要比他稍微略高一些 但是底端你看,底端比这个马字的竖钩也要高一些 整体就是左边高,右边要略低一点啊 这是第一点,他的位置关系 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具体的 其实你这个女子旁很多人他就写不好 具体的,咱来看这个左半边女子旁 很多人写女子旁啊 这个撇总喜欢放特别长 比如说这种情况,大家来看一下 这第二种,女子旁没写好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撇拉的特别长 然后点短,撇长 这个横在左低右高 你看,整个就左边重右边轻了 你看,往右上翘 那你要这样写的话 女子旁他这个重心不稳啊 这样写也不行 大家要注意 他这个撇其实出镜非常短 然后点划往下压 这样的话,你看他重心才是稳的 撇七笔的位置 与撇一点交叉的位置 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你这个女子旁 你要给他战正了 不能给他写鞋了,是不是 那这是第二点 当然还有同学写女子旁 他这个,中共受不紧啊 比如说写特别胖的 你看,像这种情况 女子旁写的贼胖的 你看 大家看一下 里面空间太大 女子旁写成这样 肯定也不行,是不是 中共要给他收紧他 你看,撇可以起笔高一些 然后横也可以往左边衍生一点 但是里面的内容 你要给他收紧,对不对 女子旁也要给他写好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 就是这个马字 马字 大家来看一下 右半边这个马 它上面这个头部是瘦长的 然后身子要略宽一些 好多人写这个马字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啊 总喜欢把这个头写特别大 然后呢 身子写特别小 你见过哪个马 他长得头这么大 身子这么小 按上去他也不太合适 是不是 这个头部一定是瘦长的 比较瘦一些 然后身子要大一些 头小身子大 你不能把他这个头 给他写这么大 是不是 这是第三点 这个马字 你看 具体的马字 他没有写好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给大家 归结的一二三这三条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妈字啊 他没有写好 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如果你的妈字也没有写好 那来看一看 这三个原因 里面你是不是也占了一个 或者是两个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妈字 他正确的书写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妈字啊 首先你看 女字旁 这个左小要靠上写 所以女字旁这个位置 你要给他搞清楚 女字旁往上 注意啊 撇点这笔非常关键 是撇长点短 而且他们夹角成90度 你千万不要这样卡一下 来着一个大顿角 这样就不好看了啊 它是一个90度夹角 是个方角 然后撇靠上写 注意 撇 穿过来之后 一定要短小 最好是点要低一些 然后撇要比它略高一点点 这点要注意啊 然后 好然写上去 大家看一下这个女字旁 这个女字旁 你看里面这个空间非常小 你这个撇可以往上走一走 然后横可以往左延伸 但是里面空间 周公一定要收紧啊 这是女字旁 一定要给他站正 撇出尖 穿过来之后 非常短小的这一点 然后横 往右上倾斜 好 转折 往里内收 横折往里内收 横 短 竖长 这样你才能保证 你这个码头 它是瘦长的啊 然后你看竖折 好 折钩 往里内收 下上竹钩 然后横 哎 妈子 大家来看一下啊 竖折 折钩这一笔 你看 这个身子要比上面头部要宽 你看头是瘦长的 然后折钩这一点 是往里内收的 你不要垂直下来 有同学写这个钩的时候 直着下来 那你这里面空间就留的大了 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往里 稍微的内收一点的 这是妈子的写法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妈子 你看 首先撇点 撇长点短 哎 90度夹角 然后撇 靠上写 出尖要短 然后横 哎 提上去 然后右半边 你看横 折 往里内收 注意横 短 竖长 码头要瘦 然后竖折 这个 好 往里内收 然后横 靠上写 哎 这是妈子的写法 大家来看一下 注意一定要左小又大 左高 右低 底端这个左边高右边低 这个高低错落的感觉 要给它写出来啊 还有这个码字的比例 你看上面窄 下面宽 码头一定是瘦长的 折钩要往里内收 哎 这细节部分 你要给它处理好啊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妈妈的妈子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好了 先看